网上突然冒出一个鸿蒙系统信息发布平台 介绍了华为、专题、鸿蒙操作系统的种种技术特性和相关新闻 看起来有模有样 该网站称 鸿蒙系统,鸿蒙OS,是华为开发的自有操作系统 华为自2012年开始规划研发操作系统 代号为鸿蒙 预计于2019年底正式发布鸿蒙系统 打通手机 电脑 平板 电视 汽车和智能穿戴等 将这些设备统一成一个操作系统 该系统是面向下一代技术而设计的 能兼容全部安卓应用和所有web应用 若安卓应用重新编译 在华为OS操作系统上 运行性能的提升超过60% 且不说这样的介绍能让宇文老师抓狂 整个网站也充满了浓浓的山寨风格 域名和备案信息查询更是一点也不正规 整体下来根本不是华为官方的风格 有媒体联络了华为内部人员 得到回应称相关网站不是鸿蒙系统官方发布网站 鸿蒙系统年底发布的消息也不真实 这位华为内部人员表示 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山寨网站 logo都不对 一是横向拉伸变形了 二是CBG 华为消费者事业部的logo 2018年开始用心的 没有光影效果 红色的色号也不对 用法也不对 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后不久 华为消费者BGCEO于成东曾披露 鸿蒙系统快则今年秋天 慢则明年春天就能问世 不过 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坤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 目前鸿蒙还没有明确的上市时间 他还说 华为是安卓生态的坚定支持者 已经上市的华为手机 谷歌应用和服务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